女人脖子突然被夹住 接着铁龙链条开始传动 并将它拖了起来 随后一把撞头对整了它 女人害怕急了 就在这时 两个兔头人出现 他们挥过着菜刀 朝女人走了过去 此时 女人就像一只大宰的羔羊 兔头人按下了撞头开关 准备了一个暴击 关键时刻 老黑出现 击毙了兔头人 并救下了女人 之后他们来到了街道 这才想起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 美国杀戮日 一年一度的人口庆祝日 即将到来 富人们早早地关上了铁门 而穷人只能大乘巴士 前往庇护所寻求保护 街上的小楚 已经抱不及待地 戴上了头套 在这天 警局消防全部停业 因为任何犯罪都是合法的 相知必随便使用 随着警报拉下 庆祝计划正式启动 随后街边开始出席打斗 有人开始逃跑 而呛声随处可接 弱者只能被追杀 好奇的大美出来看热闹 安保劝他回去 就在这时 三辆武装车开来 两人立刻进入了警戒状态 通过夜视镜 大美看到车里挣扎的人们 他想要开线救人 但被安保制止 好在武装车也并未发现他们 并驶离 随着铃铭破晓 大门缓缓升起 他们安全度过了清除日 青城的路边一片蓝急 牙狗正在啃食着尸体 大传前往马上查看 因为就在昨天晚上 暑期看到 是否有人进来过 他小心翼翼地前行 一群暴徒围住了他 随后 他们将大传一架 盘了起来 另一边 大伙传卷毛来到马场上 他们看到逃出的马匹 聊想情况不对 他们赶紧前往查看 今天是人力清除日 暴徒张狂地戴下了面罩 入住了楚恶的嘴脸 他们的目的 想要更多的钱 老头不从 必一箱击毙 关键时刻 大伙传卷毛赶到 他俩用AK的火力 击退了暴徒 救下了他们 但陪过一会儿 更多的暴徒袭来 他们赶紧上了 青天处 驱车逃离 此时 城市已经盲目参与 不久 他们来到了一处零店 里面已经无人存活 大户找到了一个收银机 里面正过放车 在墨西哥边际 正收留美国难民 他们决定逃离此地 前往墨西哥 路上 暴徒再次出现 但每银机一动 拿出简单的暴徒标志 亮了起来 暴徒看的是自己人后 马上失忆 很快 他们来到了一个小镇 马路上 车子已经无路可走 他们只能下出前夕 小心翼翼地 倾扫着障碍 但不幸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他们碰到了 这部局的大boss 小帅 随后 他们被包围了起来 大户也迎了合放 好在警察赶到 双方开始了混战 卷毛春兰 打死了小帅的老婆 并打伤了小帅后逃离 这下 可和小帅结下了两次 小帅发自要干死他们 第二天 卷毛一行人 包了一辆车 你看翻过这次山就要到墨西克了 但大boss也追了过来 之后 他们下车准备翻身逃离 男人再留下来断后 就在小帅的车靠近时 他们发射了火箭炮 小帅的车子也被炸飞 双方开始了野外吃鸡游戏 当实际悬殊 卷毛一行人准备打游击 敌人也一个一个被干倒 小帅没有办法 只能揭示大美作为人质 关键时刻 卷毛将绳子套住了小帅的脖子 在大战的帮助下 小帅被干倒 随后 卷毛一枪结束了战斗 最终 他们来到了碧蓝宜 卷毛和大美 也袭击了联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